继续来关心农业的消息 为了推广有机新泥兰 县府从明年开始 每个礼拜五在县民大厅 举办绿色市集的活动 展示在地生产 而且检验合格的有机 以及友善的农产品 民众来到这里 可以现场采买县内的有机产品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可以了解有机对土地跟健康的重要性 有机农业是县府推行的目标 目前县内也已经有有机营 有机蔬菜 有机茶的产品 县府从明天开始 每周五在县府大厅 展示在地生产 且检验合格的有机及友善农产品 想了解有机 想逛逛有机市集 想购买有机农产 现场就可以买回家 有机的市集 其实是要鼓励收农 鼓励真的用心 建筑的这些农民朋友 当然也就这个机会 来到这里让大家知道 怎么算好的东西 健康安全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由政府由政府的东西来做去 所以每周在这个地方 我们由農工厅屋这边肯定了一个团园 让这些消灯 他们自己包装好 自己定格的小 来这里做一个梅合 我们观众也当然成立一个 这个有机的社团 大家促进这种有机生活的促进 当然未来我们可以影响其他的机关 好好都一起来推荐 今天提前来暖身 展售的有精枣米蔬菜 而且现场还有提供试吃 品尝用有机做成的小吃 糯米粥 传统的糯米粥 就是大家的嘴米 是我们很油肌的 还有铲好肉这样而已 就比较古早味的 还有就是这个麻糬 麻糬也是 就是这种有机米粥 糯米粥的麻糬 所以说这个麻糬 跟外面买的糯米 不一样的口感 它比较硬 不会粘牙 我们目前啊 我们带的叶菜类啊 大概是像这个花椰菜啊 然后挂柴 然后这个植栗窝 还有这个大陆昧 那我们的果菜类的部分啊 有那个青田椒 然后有南瓜跟这个丝瓜 我们从以前就是不用化肥 不撒农药 然后就是用一个最天然的方式 所以我们的园区里面 生态是很丰富的 然后是让土地是一个健康的土地 县府绿色市集 在每周五的上午11点到下午2点 鼓励大家一起来吃有机 一旦新闻记者公主 看什么到